公元前611年 楚国的王宫内来了一位特殊的大臣 这个大臣呢名叫吴举 后来那位著名的复仇者吴子虚呢 就是他的孙子 而吴举这次来到楚国王宫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想要试探一下 那位已经继位三年之久的楚王的真实想法 早在三年之前呢 这楚国的老楚王楚慕王去世了 然后呢楚慕王的嫡长子 势利继位 这就是后来历史上那位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然而楚庄王继位之后呢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却只顾吃喝玩乐从来不管朝政 如此一来呢 这楚国自然就开始逐渐出现问题了 在楚庄王上位三年之后 楚国就已经是矛盾重重 原本和楚国敌对的国家呢 开始试探着进攻楚国 原本被楚国压制收服的蛮族呢 也开始再次反叛 各种天灾出现之后呢 也没有人管 面对这种局面啊 楚国内部很多政治的大臣 自然是看不过去 纷纷前来进阶 然而接下来呢 面对这些大臣的戒严 楚庄王却是一概不问 甚至直接在王宫门口呢 挂上了一块禁剑者杀物社的牌子 如此一来呢 大家为了保命 自然也都不敢再禁言了 所以三年时间过去了 经过三年的衰落之后呢 楚国此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 做一个正式的大臣 吴举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这才有了这一趟王宫之行 吴举来了之后呢 楚庄王便询问他的来意 接下来 聪明的吴举当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说明自己的来意 而是给楚庄王打了一个哑谜 据当时问楚庄王 楚国山上有一只大鸟 身披五彩样子神奇 但是却不飞不叫 这是为什么呢 楚庄王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回答说 这种鸟并不是凡鸟 不飞则已 一飞就要冲天 不鸣则已 一鸣就要惊人 你去吧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说到这个份上啊 吴举明白 楚庄王肯定不是那种 真正喜欢吃喝玩乐的君王 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志向 像故事里的那个大鸟一样 而楚庄王的回答呢 也是在暗自将自己比作那只大鸟 暗示自己未来肯定会有所作为的 然而让吴举出乎意料的是呢 虽然当时楚庄王说的挺好 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 楚庄王却依然没有任何表示 每天依然只是吃喝玩乐 如此一来呢 下边那些政治大臣 自然就更着急了 所以接下来 又有一个叫苏从的大臣 再次来到了王公 这一次苏从没有再像之前的吴举那样 打什么哑谜 而是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而当苏从直言劝谐之后呢 楚庄王顿时是勃然大怒 问道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在王公门口放的牌子呢 竟然还敢来多罪 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这楚庄王的怒火 这苏从只是平静的回答道 我知道大王的那块牌 但是只要您能听从我的戒言 就算是死 我也认了 听到苏从这么说之后呢 原本勃然大怒的楚庄王 反倒是转怒为喜 开心的说 说我知道你们是替国家着想 你们这么做呢 我怎么可能不赢了呢 然后呢 从这之后 楚庄王便一改往日的作风 不再沉迷于享乐 而是变得积极进取 勤于国事 此后的几年里 在楚庄王的带领下 楚国迅速恢复了生机 不但平定了那段 而且还再次开始对外扩张 后来呢 楚庄王更成了春秋时代的 又一位公认霸主 和之前的齐桓公 晋文公笔节 带领楚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就是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 作为春秋时期 一位著名的霸主啊 楚庄王在春秋历史上的影响 那绝对是相当大的 他不但改变了楚国的衰落趋势 而且还成了一位公认的霸主 扭转了晋国和楚国的对抗趋势 这在整个春秋历史的大背景下 意义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呢 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 更是广为后世流传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知道一鸣惊人这个成语 但是同时呢 很多人在读楚庄王的故事的时候 可能都产生过这样一个疑问 说为什么楚庄王继位之初的三年 会只顾车玩的不问朝政呢 这楚庄王明明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为什么在继位之初的时候 会表现的像一位昏君呢 为什么前后反差会这么大呢 难道真的是那两位大臣的戒严 让楚庄王从此洗心革命 想要做一个好国王了吗 当然不是啊 实际上啊 这楚庄王继位之初呢 之所以只顾吃喝玩乐 表现的像一个昏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其实是他在暗中积蓄力量 至于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和楚国之前的那段历史有关系了 简单来说吧 这楚庄王继位的时候呢 比较年轻 根本压不住炒子 而他从他爹手里接过来的呢 又是一个烂的 不能再烂的烂摊子了 所以在继位之初的时候呢 楚庄王就不得不表现的像一个昏君 暗中积蓄力量 想要真正理解当时楚庄王的表现啊 我们还得从之前 楚庄王他爷爷在位的时候开始说起 作为春秋时期的顶尖大国呢 楚国的崛起历史 可以说是相当坎坷的 早在商朝末年的时候呢 楚国就已经存在了 只不过在那个时候 楚国只是一个小部落而已 后来呢 周五王讨伐商朝 楚国作为一个小部落 也跟着响应号召 参加了那场五王伐州的战争 不过呢 因为规模太小 所以即便是楚国当时参加了战争 也没有立下过什么大功 所以到了战后大家分蛋糕的时候呢 这楚国自然也是没能分到太多 但是好在啊 后来周王室这边 总算是没忘了楚国的功劳 给了楚国一个子觉的爵位 并且允许楚国建国 虽然起点低了点啊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楚国算是彻底摆脱了部落的身份 正式成为了一个国家了 此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呢 整个西周时期 楚国在南方不断发展 但是在中原诸侯国 以及周王室的眼里呢 楚国始终都是那种所谓的南蛮 大家也不太愿意带着楚国玩 所以后来呢 到了西周后期的时候 楚国干脆就另起炉灶 那既然你们不带我玩 那我就干脆自己玩呗 从西周后期开始啊 楚国就开始在南方大肆扩张 但是这样一来呢 楚国自然就成了周王室的眼中钉 为了打击楚国随意扩张的行为 还曾经有周天子亲自征讨过楚国 最后逼得楚国不得不低头 不过好在呢 后来到了西周末期的时候啊 随着周王室逐渐衰落 楚国这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小 楚国本来就地处南方 属于是那种天高皇帝远 谁也管不着的状态 而如今周王室衰落之后呢 楚国就算是开始搞事情 周王室最多也就只能口头谴责一下 那楚国自然就更没有什么忌惮了 所以从春秋后期开始啊 楚国开始大规模的扩张 当时南方本来人口就不多 很多地方连人都没有 那楚国基本上就可以跑马圈地 随意开荒了 少部分的诸侯国呢 虽然之前国力未必比楚国差 甚至还可能在楚国之上 但是奈何他们不敢扩张啊 或者是受到周王室那边的限制更多 所以后来呢 发展速度就更追不上楚国了 就这样 等到西周结束 历史进入春秋初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楚国 已经在南方彻底崛起 成为了一个上升速度极快的新兴国家 正所谓一步快步步快 进入到春秋时代之后呢 其他国家刚刚开始意识到 自己可以开始扩张的时候 楚国已经早就开始扩张很多年了 所以楚国领先的这一步呢 后来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步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呢 楚国先后经历了 楚劳 楚孝 楚立王 楚武王 这三代四位楚王 经过这四位楚王的发展之后呢 到了楚武王时代 楚武王就已经名列春秋三小霸之一了 而楚武王之后呢 接下来的楚文王 同样也是一位雄才大猎的君主 在他的掌控下 楚国刚刚出去规模的国家机器 彻底稳住了基本盘 彻底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国 而楚文王之后呢 接下来的楚獨奥 算是楚国在春秋初期少见的一个昏君 不过他仅仅在位三年之后呢 就被自己的弟弟干掉了 所以也就没有改变楚国的上上势头 就这样 楚獨奥被干掉之后呢 他的弟弟顺利登基 这就是楚成王 也就是后来那位楚庄王的爷爷 严格来说啊 这楚庄王继位之初的尴尬局面 其实就是源自于他爷爷 在楚国的历史上 楚成王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君 因为他在位的时间比较长 一共是47年 接近半个世纪 而这47年呢 恰好也是春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在楚成王登基之前 因为周王是衰落 各地的诸侯群雄并起 大家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扩张的状态 谁能在这个阶段率先吞边更多的国家 谁就能在接下来的时代抢占先机 但是到了楚成王进位之后呢 历史上有一个关键的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基本重塑了整个春秋时代的争霸规则 这个人就是齐桓公 大概在楚成王他爹楚文王在位的时候啊 这齐桓公就已经上位了 而到了楚成王的时代呢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 在齐桓公的带领下 齐国已经是顺利称霸 成为了中原诸国的霸主 齐桓公的称霸啊 在春秋历史上绝对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的 在此之前呢 大家基本上都处于一种无序扩张的状态 而到了齐桓公的时代呢 几个大国已经彻底崛起 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到了这个时代之后 大国再想吞并其他小国 就一定会对上小国背后的大国 就是在这种局面下 齐桓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叫做争霸 只要你能成为霸主 你就可以拥有一大堆的小弟 然后在这些兄弟的帮助下 继续欺负和歼命其他国家 这也是后来春秋中后期 几个大国竞相争霸的原因 因为只有当了霸主 才有机会继续扩张 被初建立 并且把这套规则玩里面的 就是齐桓公 而从楚国这边来说 楚城王生活在这个时代 显然是他最大的不幸 城王本人也是一个雄才大烈的君主 奈何他和齐桓公同时来生活 而且被齐桓公抢占的先机 这就注定楚城王在位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只能被北方的齐国压着的 顺便说一句 这齐桓公能够称霸 很重要的一个功绩 就是击退了楚城王统领的楚国 保护了那些弱小的诸侯国不被兼并 楚城王大概在齐桓公的阴影下 度过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直到他登基近三十年之后 齐桓公去世了 然后齐国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内乱 齐国丢掉了霸主国的宝座 楚城王这才赢得了新的机会 得以继续扩张 接下来的几年里 因为齐桓公的去世 几个大国开始疯狂竞争霸主国的宝座 当时有资格争夺霸主之位的 主要就是秦 晋 楚 宋这几个国家 最开始的时候 这秦国对晋国 楚国对宋国 在这场半决赛当中 楚城王带领楚国 战胜了宋相公统领的宋国 势力北上 将楚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北扩 遗憾的是 在之后 楚城王却遇上了晋国的那位晋文公 晋文公同样也是一位雄主 之前秦国本来和晋国是对手关系 但是晋文公登基之后呢 却说服了秦国和晋国结盟 一起对付楚国 如此一来呢 真刚取得了一定胜利成果的楚国 就不得不一敌二 同时面对秦晋两大强国 更可怕的是呢 后来齐国那边 为了恢复齐皇公时代的威势 也加入到了晋国的阵营 如此一来呢 楚城王等于是一敌三 同时要面对秦晋齐三大强国 再加上他们的一大堆小弟 那就算楚国再强 也不可能和大半个天下为敌啊 所以后来呢 这楚城王被晋文公击败 晋文公顺利称霸 而在两国交所的过程当中 还留下了一个退避三舍的成语 不过呢 这楚城王虽然在战场上败给了晋文公 但是在寿命上却胜过了晋文公 晋文公称霸之后 仅仅只过了四年就去世了 这个时候的楚城王 虽然已经老漫 但仍是觉得心有余力 想要再次去争霸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楚国内部出问题了 简单来说吧 这楚城王早年立了一个太子 但是到了楚城王晚年的时候呢 楚城王又对这个太子不满意 想换其他儿子做太子 如此一来呢 这个太子自然就不干了 凭啥我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年太子 最后被你一直召令就给废了呢 最关键的是啊 这位太子琢磨了一下 发现自己跑都没法跑 就算是他想逃到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也不敢收他 所以呢 只要他被废 等待他的 一定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 既然这样了 那怕什么呢 干就完了呗 所以呢 在这之后 这位太子直接发动了政变 控制了王宫 然后逼楚城王 上吊自尽了 这位太子逼死了自己的老爹之后呢 自己迅速控制了楚国高层 然后登基做了新楚王 这就是楚慕王 也就是楚庄王他爹 注意啊 这段往事 对后来楚庄王的处境 产生了极大极大的影响 别看楚慕王干掉了自己的老爹 顺利抢过了王位 但是杀自己亲爹这种事啊 始终是不得人心的 即便楚国和其他中原国家不太一样 不太讲那些规矩 可是对于杀自己亲爹的这种行为呢 一样是很抵触的 在古代 因为权力斗争 骨肉相残的事情 其实并不少见 就比如说 后世唐朝的那场著名的玄武门事变 李世民做的事情呢 其实和这位楚慕王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 李世民当时敢杀自己的大哥 却不敢杀自己的亲爹 杀兄弟和杀亲爹 这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即便这样呢 李世民后来依然被骂了上千年 不价而知 当时杀自己亲爹 然后继位的楚慕王 到底会有多大的压力 在楚国内部 很多高层贵族 虽然名义上对楚慕王俯首称臣 但是心里却依然很不服气 这就为楚国后来内部的分裂 埋下了一个伏笔 不好在啊 这楚慕王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 接下来的12年时间里呢 楚慕王在位期间 靠着自己的雷霆手段 还是作为了王位 而且呢 随着那位晋门公去世 接下来几大强国之中 也没有那种特别雄才大略的君主了 所以楚慕王在位期间 就可以带着楚国继续扩张 在这12年当中 楚慕王先后灭了江国 六国等国家 进一步控制整个江国地区 毫不客气的说啊 单论打架的地盘大小 楚慕王的贡献 其实丝毫不比他跌弱 但是就是因为 之前有师父的这样一段经历 所以楚慕王的头上 那顶帽子是摘不掉的 不管他立下了多大的文职武功 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而同时呢 因为楚慕王确实比较能打 而且在他的在领之下 楚国确实得以进一步扩张 满足了那些高层贵族的扩张欲望 所以就算是他戴着那顶师父的帽子 仍是可以做了王位 不过呢 这种稳定是建立在 楚慕王可以掌控朝局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楚慕王本人的身体出了问题 稍微失去一些对朝政的控制 这种平衡就会彻底失效 到了楚慕王在位后期的时候 麻烦就来了 简单来说吧 楚慕王之前之所以能干掉他爹 顺利即位 身边自然也是有一些死忠粉的斑点 在这些斑点当中 有一个最关键 同时也是最核心的支持者 名字叫做成大新 这个成大新他爹 名叫成德辰 同时也叫紫玉 当年楚慎王在位的时候呢 这位紫玉或者说成德辰 就是楚国的头号大将 当年楚国和宋国打仗 击败宋将功的那场战争 就是这位紫玉负责的 但是后来呢 晋国和楚国决战的时候 同样也是紫玉负责 只不过后来楚国打败了 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呢 紫玉就被楚慎王给赐死了 大概正是因为自己亲爹 被楚慎王给赐死了 所以成大新后来对楚慎王就不太满意 后来做了太子的楚慕王发动政变干掉楚成王的时候呢 这成大新自然就支持楚慕王这边了 而等到楚慕王登基之后 成大新则是直接被任命为楚国的另隐 在楚国啊 这另隐就相当于是其他国家的成像 权力只在楚王一人之下 所以呢 在楚慕王时代 成大新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楚国的二号人物 也正是因为成大新以及其背后的家族的吉利支持 楚慕王才能坐得冷王位 但是到了楚慕王在位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成大新死了 而成大新死后呢 楚慕王因为依赖成大新背后家族的支持 所以就继续任用成大新的弟弟成家 继续做另隐 不过呢 这样一来 楚慕王这个权力小团体 内部出现的变动就太大了 先是二号人物成大新去世 成大新的弟弟接管了二号人物的位置 紧接着不到一年之后 一号人物楚慕王的身体情况就越来越差 逐渐到了要去世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楚慕王的这个权力小团体 想要继续牢牢控制住楚国的大权 自然就不可能了 而其他贵族呢 也势必会想要乱中取利 夺取这个小团体手里的权力 对于其他贵族来说呢 他们或许不敢直接篡位 但是他们却敢争夺另隐的位置 如果能够挤掉成家 同时让成家身后的家族让位 那么对于那些高层贵族来说呢 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所以到了楚慕王去世之前呢 这楚国内部的矛盾啊 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楚慕王去世的那一刻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楚慕王去世了 然后呢 所有的矛盾都被引爆了 在楚慕王去世之前 恰好楚国边境出现了叛乱 一些原本依附于楚国的 附属国和附属势力呢 见到楚慕王身体不行了 就开始叛变了 面对这样的行为啊 已经处于弥留状态的楚慕王 依然是选择以雷霆手段 粉碎这种叛乱行为 也只有这样 才能震慑住 下面一些想要搞事情的人 因为楚慕王本人的身体不行了 那负责评判的任务呢 自然就落到了 这个小团体的二号人物 另引成家的头上 看到这里啊 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那楚慕王为啥不用自己的儿子呢 如果当时楚慕王 直接让自己的儿子上场 是不是既能帮自己的儿子 树立威信 同时也能确保楚国的权力传承呢 那为什么楚慕王当时不这样做呢 其实很简单 不是楚慕王不小 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年龄太小了 当时楚慕王年龄最大的嫡长子 年龄其实也没超过二十 而且也没有什么资历 年龄最大的儿子呢 其实就是后来接班的楚庄王 以楚庄王当时的资历和年龄 就算是强行让他去评判 他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呢 这个评判的任务 就只能落到另引成家的头上了 但是这样一来 成家就势必要带着大军 远离楚国首都 而成家离开之后呢 楚国首都这边 小团体的二号人物 带着大量精锐离开 一号人物楚慕王 到了弥留之际 作为接班人的楚庄王呢 年龄又太小 根本站不住场子 在这种局面下 要是还不发生一些事情 那才是怪事呢 当时在楚国贵族当中 已经有了一股反对的势力 这股反对势力的首领呢 有两个人 一个叫斗克 他是楚国的将军 只不过排名呢 稍微靠后一点 但是在军中的声望 也是足够的 另一个人叫做公子谢 这个公子谢是楚慕王的侄子 也算是王族之后 而且呢 从法理上来说 如果楚慕王去世之后 楚慕王又绝后了 这位公子谢 其实是有继承的可能的 那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呢 这两个人结成了同盟 然后呢 很多想要夺权的贵族 开始迅速围绕着这两个人 形成了一个新的小团体 就是在这样的诡异局面之下 楚慕王去世了 而楚慕王去世之后呢 楚慕王作为一个新机位的楚慕王 根本压不住场子 只能任由另引成家 帮忙控制朝政 但是同时呢 在楚国边境 此时又发生了叛乱 成家又必须带着主力军队 外出评判 只能留下楚慕王 单独留在京城 所以接下来 就在成家前脚 刚刚带着主力军队 外出评判的时候 京城这边就开始出乱子了 以公子谢和斗克为首的小团体 直接发动了政变 控制了京城 宣布楚国京城戒严 得知此事之后 身为另引的成家呢 自然是在第一时间带着京城 返回了楚国首都平静政变 当时的局面是 身为另引的成家 是前朝老臣 手握重兵 在外边把楚国首都给围了起来 但是同时呢 公子谢和斗克这两个人 却控制了京城 同时手里还有楚慕王王 这位新楚王 接下来呢 双方自然就有一场 极为精彩的斗法 后世史称公子谢之乱 而在双方斗法之后呢 这种手握重兵的另引成家 还是占据了上风 杀入了京城 而公子谢和斗克这边呢 则是挟持了楚庄王 逃离了京城 另立了一个政府 但是后来呢 两人带着楚庄王 逃离了京城之后 又被一个楚国地方官员 使了一个计策 也又出来干掉了 楚庄王这才脱离了两个人的控制 然后被送过了楚国京 楚庄王继位的过程啊 就是这么奇葩 在继位之初 就已经经历了一场政变 不过从楚庄王的角度来说呢 回到京城之后 虽然已经成功继承了王位 但是他的王位却依然不稳 一方面呢 楚庄王当时还不到20岁 资历和威望都镇不住场子 下边的大臣也不怕他 另一方面 谁又能保证另引成家 他就一定是一个忠臣呢 要知道啊 之前成家已经是楚国的二号人物了 在之前的那场政变当中 成家又拥有了大量的兵权 而且在政变当中胜出 这样的成家 显然已经权力有些过大了 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楚庄王的王位 如果放到后世啊 这个时候的成家 迅速发动政变 再次控制京城 然后架空楚庄王 自己做楚国的无冕之王 那一点都不奇怪 同样的故事 后世发生过太多次了 在这种局面下 楚庄王该怎么办呢 如果当时楚庄王有足够的斑点 他自然可以迅速机关朝政 把各个要害位置换上自己的人 但是从史书记载来看啊 当时的楚庄王身边似乎并没有多少可靠的人生 这恐怕还是李渊他爹 一方面呢 楚庄王继位的时候 年龄太小 还没来得及培养自己的人手 另一方面呢 当年他爹就是弑父自立 所以他爹楚库王在位的时候 对自己的儿子们也是心有防范 不可能让楚庄王随意培植自己的人手 所以楚庄王继位之后呢 就面对着一个极为诡异的局面 一方面 楚国刚刚发生过政变 此时全臣掌权 另一方面呢 楚庄王身边根本就没有值得信赖的人手 他也不知道该用谁不该用谁 此时的楚庄王 如果表现出自己的雄才大略 一上来就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很容易会被那些奸臣钻了空子 然后彻底把他给架空了 对此呢 楚庄王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相对来说啊 此时楚庄王最好的选择 就是彻底躺平 以不变应万变 此时的楚庄王呢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任由那些大臣和贵族都来都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楚庄王才能看出来 谁是真正的忠臣 谁是所谓的小人 谁可以为他所用 谁又是不能用的人 所以接下来呢 楚庄王明月上就开始沉迷于吃喝玩乐 任由那些大臣贵族争权夺利 把楚国搞得乌样让起 如此一来呢 那些政治的大臣自然就看不过去 开始主动替楚庄王名不平 而楚庄王呢 也可以借此机会 确定有哪些人可以被自己信赖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去世了 就是那位另隐成家 就在楚庄王回到京城不到一年之后啊 作为成功评定了政变的另隐成家 楚国当时权力最大的一个权臣 就直接去世了 对于成家的死呢 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成家到底是自然死亡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亦或者干脆就是楚庄王在背后下的黑手呢 因为没有史料记载 所以后事也说不好 但是显然 成家死后 楚庄王的王位倒是更稳了 同时呢 下边的那些大臣也就斗得更欢了 而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在这些大臣和贵族们的争权夺利之下 整个楚国被搞得乌眼瘴气 和楚国对着的晋国呢 直接打到了楚国的家门口 原本被楚国镇压的那些蛮族 此时也是趁机反叛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数的楚国贵族自身利益受损 然而楚庄王本人呢 却只是棱眼旁观 只顾自己享乐 渐渐的这些贵族受不了了 所有人都明白 如果楚庄王再不出来主持局面 那楚国的局面只会越来越糟糕 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呢 也会进一步受损 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主动站到了楚庄王这边了 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用力其他宗子上位 换掉楚庄王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显然 在那三年当中 楚庄王明面上是只顾吃喝玩的 但是暗地里 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 三年之后 等到大部分贵族都受不了了之后 终于有吴举和苏从这样的人 强行闯功来为楚庄王直言觐见了 此时的楚庄王也知道 火候差不多了 已经有足够的人支持自己 他自己自然就可以顺利掌权 在之前的三年当中呢 楚庄王经过不断的观察 自然也知道哪些人可以为自己所用 就比如吴举和苏从这种大臣吧 显然都是最好的重要对象 所以在苏从觐见之后呢 这楚庄王终于是一反常态 不再沉迷于享乐 而是积极参与朝政 而那些贵族们见到楚庄王如此上进之后呢 自然也都纷纷依附到楚庄王身边 帮助楚庄王控制国家 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如此一来呢 楚国内部上下 大部分人团结一心 此后的几年里 楚庄王自然就能迅速扭转 楚国衰落的趋势 带领楚国再次崛起了 这就是楚庄王一鸣惊人 故事的真实历史背景 在那三年当中 楚庄王之所以一直沉迷于吃喝玩乐 不问政务 不是因为他不想做事 而是因为当时他不能做事 如果他表现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 会直接侵犯下边很多贵族的利益 走到他们的对立面 到那个时候 楚庄王被人家直接换掉 都是有可能的 说到底 在那三年当中 楚庄王一直在积蓄力量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对于后世的大部分人来说呢 大家只看到了那个一鸣惊人的故事本身 很多人只是单纯的认为 楚庄王当时被大臣觐见之后呢 奋发图强 然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明君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真正的一飞冲天 在冲天之前 其实大多需要长时间的准备 而那三年的折服 其实就是楚庄王的蓄力时间 现在就这样子变成了一个新闻的主持人 谢谢观看